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为了鼓励湾区的孩子学中文 同时勇于使用中文表达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最近特地举办 说故事讲寓意比赛 报名踊跃 参加者众多 比赛一路从早上进行到下午 主办单位还别出心裁 现场直播 同步进行网络最佳人气奖投票 说故事讲寓意比赛 勇夺第一名的学生示范演出 蚂蚁们劝告蟋蟀说 蟋蟀先生 你做好冬天的准备了吗 天气这么冷 你会没有东西吃哦 在海湾学习中文不容易 主办单位这次不求自证腔圆 只要勇于使用中文表达 乐赞学习 就有机会脱颖而出 我是钟晴 我是斯本晴 大家有没有听过小猫钓鱼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讲这个有趣的故事 爸爸妈妈在说故事 小朋友听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主要就是希望 小朋友开始学会说故事 那开发他们的创造努力 那说故事呢其实对孩子的启发 真的是无限的 小朋友要学习语文啊 真的不是只是从课本去念出来的 那你必须给他很多机会 给他一个表现的现场 然后鼓励他 让他不要害怕 他才能够从听说 然后他才有办法 真的把文化放在里面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义工老师 穿起古装基服 忙碌穿梭 带头示范 演说中文故事 可以这么好玩 有蒙古的这个公主 还有还有勇士 还有这些像是格格之类的 还有那边应该是唐波谷 马文财 今天的这个活动主办大会非常有差异 弄的就像一个故事 那刚才中文学校联合会非常用心 因为他们我在这边服务的这几年当中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创新求变 比赛全程网络直播 吸引两千多人同步收看 最佳人气奖 三百多人投票 人气强强棍 楼中地人新闻 李永乐军更新冠军 散播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